在已经测试过了Lunar Lake、Aerolake S和Aerolake H之后 今天终于轮到了英特尔面向游戏本的新一代平台Aerolake HX 本质上Aerolake HX就是桌面端的Aerolake S改成BGA封装之后 再装在笔记本电脑里的产品 台式机上能效的进步并不会带来实际的收益 因为桌面端的散热是几乎可以没有上线往上跑的 所以尽管Aerolake能效不错 但是当时我们对台式机上它的评价并不高 但是到了笔记本里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 你看Aerolake H的表现已经明显比前代Meterlake H有了进步 那么同样的配方Aerolake HX在重型游戏本上的表现会有惊喜吗 目前已经发布的Aerolake HX处理器从Ultra 5到Ultra 9总共有6款产品 它们和相对应的台式机产品核心数目相同 同样取消了超线程几乎就只有频率上的差别 这代比之前的HX系列处理器的规格要清楚很多 我们今天测试的是产品线里的顶级Ultra 9285HX 拥有8大核16小核的配置 它和台式机上的Ultra 9285K的区别 仅仅就在于锐频和TDP上 差别非常小 因此关于架构、IPC等等其他规格的部分 你可以去参考我们台式机库瑞Ultra的评测 今天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这次我们测试的机型是一台来自威星的TITAN 18 Pro AI2025 这是一台搭载双风扇7热管散热模组的18英寸游戏本 搭载了64G DDR5 6400内存 和一块2T PCIe 5.0加一块2T PCIe 4.0 总共4T固态硬盘 使用了一块4K 120Hz 16比10的mini LED显示屏 支持HDR1000 性能释放水平应该是能够完全喂饱这颗Ultra 9285HX 为了和这台散热非常强的威星TITAN 18 Pro AI2025对比 我们找到的14900HX机型为机械革命的钥匙16Super 这是一台水冷的14900HX笔记本 也算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强14900HX机型之一了 我们就先来看看基准测试下的结果吧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 软件测试当中的成绩 均为对笔记本来说 最极限的200W功耗墙下测得的数据 那我们首先测试了一下285HX在Cinebench R23当中的能效表现 在默认AC漏袋的情况下 285HX的能效表现和台式机的Ultra 9285K非常接近 在80W以内的低功耗曲线里会比285K再强一点 但在100W-120W的性能提升幅度有点平 可能是核心和Rain功耗分配策略的原因 相较于前代的i914900HX 这个能效领先幅度显然是非常大的 基本上285HX跑到90W的R23成绩 就和14900HX在200W下的成绩差不多了 这个对于16寸的中端游戏本来说 绝对是个好消息 那我们继续来看峰值情况下的性能表现 同样是200W功耗墙的情况下 此时Cinebench R23的单核成绩接近2300分 小幅强于14900HX 比锐频更高的桌面版285K稍微低一点 多核成绩就和能效局限里一样 285HX可以说是大幅领先于14900HX 这个成绩非常接近桌面端放开了跑的i9285K 这个情况就和上代很不一样 因为200W的功耗墙对于13 14代酷睿的Raptor Lake核心来说 还是远远不够的 但对于这代的Aerolake核心来说 已经足以发挥出绝大部分的潜力了 Cinebench 2024的情况也是这样 285HX可以说大幅领先于同为200W的14900HX 它已经非常接近桌面版的285K了 因为Cinebench 2024的压力更大 所以Aerolake的能效优势就会更显著 不过285HX的单核性能就其实没有那么显著 毕竟LangCorp大格的IPC进步并没有那么大 再加上285HX 5.5GHz的单核锐频 反而比14900HX的5.8GHz还要再低一点 这个单核性能提升幅度也就不意外了 Bender的测试当中 285HX延续了强势的表现 在200W功耗墙的游戏本里 Aerolake的能效优势转化成了显著的性能优势 在三个子项里都获得了明显的优势 依然得到了接近桌面端285K的成绩 基本上功耗需求越高的应用 Aerolake HX的领先幅度就越明显 毕竟13 14代酷睿实在是太持功耗了 哪怕是顶级游戏本的这200W功耗墙 也实在是远远不够 接下来是7Z 在7Z的压缩和解压测试当中 285HX的表现就没那么强势了 因为7Z更多是一个吞吐量测试 CPU内核的负载并没有渲染测试来得高 所以285HX仅仅在压缩测试里 更吃吞吐的解压测试里甚至要小幅落后于1490HX 内存吞吐量高的应用算是Aerolake HX比较弱势的项目 我们也测试了一下Adobe全甲桶当中的性能 不论是PSPR还是AE的测试里 285HX相较于1490HX都有着大幅度的领先 尤其是AE的性能提升幅度相当显著 可以说越吃CPU多核的生产力应用 285HX的优势就越大 达芬奇的测试里 285HX也要比1490HX提升了不少 的确却在生产力应用里面 Aerolake凭借着能效的优势 在游戏本里和Raptor Lake已经拉开了差距 简单测试完了软件当中的表现 不难看出Aerolake HX凭借着能效的进步 在游戏本这种200W顶天的散热条件下 比起上代的Raptor Lake HX的确有大幅度的领先 毕竟笔记本不像台式机 有着无限的空间去堆散热 笔记本还是一个带着脚料跳舞的环境 Aerolake HX凭借着能效的大幅进步 在笔记本上明显比台式机上的优势大了不少 那么生产力测试里面表现这么强 285HX在游戏里依然能够延续强势的表现吗 我们手上的这台微星TITAN 18 Pro AI2025 有搭载5080和5090的两款机型 但为了尽可能准确对比285HX和14900HX 我们使用了性能接近5080和4090的机型进行对比 毕竟因为并没有这种14900HX配5090这样的机型 那么AC Lowline均使用英卡的默认值 这样可以避免OEM厂商特殊优化所带来的性能差别 内存方面两代的平台 我们分别给它搭载了DDR5 6400和DDR5 5600频率的内存 游戏测试部分 我们均使用了1080P分辨率 尽可能避免GPU的瓶颈 并且为了模拟各种散热水平的游戏本机型 游戏测试部分 我们分别设置了三档功耗墙进行测试 CPU长时满载的功耗墙分别为200W、80W和55W 分别去模拟一下各个功耗档位的游戏本下的待机提升幅度 毕竟不同形态的游戏本性能释放差异是非常巨大的 那咱们先来看看FPS竞技网游CS2 Ultra 9 285HX在CS2里比14900HX有比较大的领先幅度 功耗墙越低领先就越明显 甚至于55W功耗墙下的285HX 就可以干到200W功耗墙下的14900HX 不同于台式机上高频加低时序内存的情况 游戏本上285HX的内存劣势反而其实没那么明显 相反能效的优势变得十分巨大 你看路屏非常明显 即便我们把它的功耗解到200W 它甚至实际跑起来功耗也就六七十W 那这个功耗几乎只有同功耗墙下14900HX的几乎一半 成绩上来看 80W的功耗墙就已经能发挥出285HX的全部性能了 对解热能力有限的游戏本来说 这绝对是个好消息 天国拯救2当中 在200W功耗墙下14900HX的功耗比285HX高了不少 帧数则要稍微落后一些 随着功耗墙降低 285HX的优势幅度也会越拉越大 毕竟80W左右的功耗墙已经能几乎未保285HX了 但是14900HX还是需要尽可能高的功耗墙才能发挥出性能 2077的狗阵跑图测试是一个对CPU压力非常巨大的项目 在这里14900HX的功耗甚至能轻松突破130W 就连一项节能的285HX也要跑到110W以上 不过285HX在2077里面的表现倒还不错 全功耗段都要领先于14900HX 甚至55W的低功耗下都要比满血释放的14900HX还要强一点 接下来是博德之门3 这里的CPU负载并没有前面2077狗阵那么吓人 因此两者的差距也有所缩小 极限情况下285HX仅仅小幅领先于14900HX 当然随着功耗墙的降低差距会逐渐拉开 毕竟在这里285HX跑满的功率也不过就70W出头 80W的功耗墙已经可以完全喂饱它了 COD21也是一个CPU压力非常大的游戏 200W功耗墙下285HX小幅领先于上代的14900HX 但随着功耗墙的降低领先幅度会越来越大 14900HX在功耗墙降低之后性能衰减就非常明显 285HX的衰减幅度就比较轻微 PUBG当中14900HX的功耗也并没有非常高 所以最终成绩上来看 285HX在200W和80W两档下是并没有干掉14900HX的 像PUBG这种瓶颈主要在内存缓存带宽上的游戏 285HX相比14代就逃不到便宜了 最后我们也跑了维多利亚3 模拟游戏也是CPU瓶颈相对明显的一类游戏 285HX在这里跑满的功耗维持在90W上下 但14900HX在功耗墙收到200W时 甚至能跑出160W以上的功耗 这个几乎已经是285HX的两倍了 在这样的功耗条件下 满血释放的14900HX表现依然更胜一筹 模拟速度是要比285HX要快的 285HX的优势还是在功耗受限的时候 80W功耗墙下 285HX几乎没有什么性能损失 但这个时候14900HX就要明显落后于285HX了 55W功耗墙下的差距会拉得更大 在小一点的16英寸游戏本上 应该是285HX比较能够发挥特长 看起来 如果我们单论200W满血释放下的表现 Aerolake HX在游戏里并不像生产力那么强势 285HX在这种极限的厚游戏本上 平均下来就是稍强14900HX的水平 帧数上也不会有太大的惊喜 285HX更擅长的还是有能效要求的场景 毕竟N3B和英特尔7公益的差距就摆在这 就像我当时做台式机Aerolake首发测试的时候说的 这个越是功耗受限的设备 对Aerolake这一代就越利好 果然即便是完全一样的核心 放在笔记本上和放在台式机上的情况就有着巨大的差异 这就让我很好奇 如果把这颗285HX和台式机的285K放在一起对比 让台式机搭配712C34的高频内存 那285HX会落后很多吗 那我们给285K搭配了性能和笔记本5080 几乎一样的台式机5070显卡 那么依然是1080分辨率 直接上结果 咱们就不一个一个游戏看了 那么直接看总表 首先呢 差距绝对存在 但是也没那么大 相较于上代台式机和笔记本的巨大差距 这代台式机285K的性能优势 几乎完全来自于高频内存所带来的增益 甚至如果说你未来笔记本厂商的愿意去搭配712C 甚至更高频率的XMP内存来卖的话呢 我相信这次的285HX机型是完全有潜力 跑出和285K几乎一样的游戏性能的 那在台式机手把测试时我说过 能效提升对台式机来说可以说毫无卵用 但当舞台转向笔记本 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笔记本确实需要更优秀的能效 尤其是在14-16英寸的这些中小型的游戏本上 CPU功耗的降低意味着更多的功耗可以分配给GPU 产品也可以更加轻薄便携 而哪怕对于18英寸的这种重型后砖本来说 能效更好的CPU也能够允许厂商去做出更静音的调教策略 强大的游戏性能不应该以巨大的噪声作为代价 尽管目前手把的后砖机型更多还是走传统的满血释放路线 但我希望更多OEM厂商能够开始重视静音性能模式 至少咱们去提供这样一个选项 让CPU和GPU跑在更甜点的功耗档位上 Aerolake HX的能效表现已经为这种静音模式打下了硬件基础 现在的问题就是OEM厂商如何去调教了 我真心希望今年的游戏本新品能够在性能足够的情况下更安静 或者能够在形态上有所突破 而不是只剩下性能释放一条路走到黑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谈点赞接来个素质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